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此前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大陆半导体制造落后台积电5年以上 因此大陆应该专注芯片设计 代工制造全交给台积电就行 在国内市场为摆脱美国芯片封锁 实现国产化替代的时候 张忠谋这句话无异于给大众燃起的希望上 狠狠的浇了一盆冷水 可大陆芯片制造真的如他所言那般不堪吗 并不是 这段时间周星国际就狠狠的给张忠谋上了一课 如今全球半导体产业实现明确化分工合作 而专注芯片代工的台积电 在领域内除了三星之外难逢敌手 在全球市场占据了超过50%的市场份额 从这点我们不能看出台积电在芯片制造业中 影响力有多大 而随着美国一直禁令生效 台积电等沿用美系技术的企业无法为华为等中国高新企业代工芯片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高新企业的发展将会因此受到极大的阻碍 因此一场始于芯片的博弈就此拉开帷幕 但就在我们走上芯片自主研发的道路时 张忠谋却跳了出来 说出一番看似好心 实则暗风的话 很显然 那时的台积电并不希望中国芯片产业崛起 因为一旦国产芯片产业实现了突破 就意味着台积电的市场份额将有可能被国产芯片抢占 因此使得其芯片代工一哥的地位受到影响 不仅如此 届时一旦中国芯片产业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那么台积电则有可能失去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所以张忠谋才会多次的输出贬低大陆半桃体制造业的话 但就在台积电以为自己稳坐钓鱼台的时候 他怎么也想不到打脸会这么突然 就在芯片断供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诸多国产芯片企业在国内市场的支持下 各方面实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一系列技术层面获得突破的好消息不断传出 就拿中芯国际为例 在中芯国际不断生根之下 他不仅招揽了芯片领域中数一数二的大佬级的人物蒋上亿 更是拿下电子工程学家业内素有技术狂人之称的梁梦松 而在这两大猛将来到中芯国际之后 中芯国际在芯片进程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现如今中芯国际对外宣布已经完成了7nm制程的突破 虽说还未传出风险市场的消息 但想必这方面中芯国际也是有所准备 除此之外在芯片断供全球缺新的大背景下 包括中芯国际在内的诸多国内芯片代工企业都迎来了春天 据央视财经报道 在今年第一季度 我国芯片产业商接到的订单数量暴增近10倍 尤其是小家电领域 所接到的订单数已经高达3亿多颗 不少产家面对数额庞大的订单都露出了无奈的神色 要么选择涨价 要么只能放弃订单 没有办法 实在是做不了 而中芯国际也在这一次订单暴涨的浪潮中 赚得盆满钵满 有更多的钱投资研发 加大产能就好比今年第一季度 它就先后投资了200亿美元 在深圳北京等地建厂扩充 28纳米芯片产能前景大好 那么这时我们再看看此前屡次放下豪言的台积电 它的处心又是如何呢 其实对于大陆芯片产业的快速发展 台积电明显感到了危机 在5纳米这一先进制程依赖苹果公司订单的它 深知不能因此受到摆布 唯有扩充中低端芯片的产能 迎接市场需求 才能从缺心的车企家电企业中捞到钱 于是在4月26日台积电便召集临时董事会 核准了28.87亿美元的预算 预计在南京扩建28纳米芯片厂 计划每月增产4万片28纳米芯片 这消息一处 国内多数芯片企业都感到压力骤争 因为台积电一旦扩充28纳米产能 那么国产芯片的税场需求很有可能因此受到打击 而芯片又是商业化产物 一旦赚不到钱 谁还愿意冒着赔本的危险研发更为先进的制程 不得不说台积电这一步起下得很巧妙 既能扩大最深在中低端芯片产业的份额 又能打击到大陆芯片企业的发展 但这一切真的会如他所愿吗 显难不仍 这在前不久 两则消息的出现 将近段时间挑得有些忘乎所以的台积电 彻底打回原型 在台积电南京扩建项目动工之际 美商务部突然喊停台积电的项目 理由则是台积电不曾获得许可 听上去是不是有些荒唐 按道理说与美系企业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台积电 在4月拟定计划后 应该会提前和美商务部打声招呼 而当时美商务部没吱声 想必是默许了这项项目的存在 但如今却已没许可将其喊停 对此台积电疑惑不解的同事多次递交申请 不过却是如同时辰大海般 没有得到对方丝毫回应 然而获不担心 台积电南京扩建项目被喊停之后 美国又一次搞起了小动作 将其列入了风险名单之中 可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呢 这样难道不会打破此前 他与台积电良好的合作关系吗 其实这一切很可能是场骗局 振兴美国制造业 可以说是近几年来 美国官员嘴里常挂着一句话 但他们振兴的手段 并非加大自家制造业的投入 而是靠着招生来实现 于是美国以提升本土制造业为借口 成功邀请到台积电和三星 两大芯片代工厂巨头赴美建厂 而在台积电满心欢喜的 准备打开美国市场时 就被拉入了黑名单中 在此台积电现任董事长刘德英 更是毫不顾忌 在美国电视台上公开表示 当下美国应该注重人才培养 为未来做长远的打算 而不是如此的短视 以卑劣的手段试图转移芯片供应链 不过即使台积电看穿了美国的计谋 可其总投资约510亿美元的金元厂 都已经启动 处于建设状态 强策已经来不及了 同时台积电也引用了大量的美国技术 以及相关的设备 因此对于美国这般强盗行为 它气氛的同时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忍着这口气 接受现实 当然或许有人会拿台积电营收说事 认为台积电处境无忧 一切都是旁人瞎杜撰的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如今的台积电可以说处处被美国拿捏 往后美国会不会转移台积电的核心制造技术 还不好说 可一旦到我那个时候台积电还会是台积电吗 对此大家想必都心里有数 而与台积电污肉偏逢 连夜雨的处境相比 当下我国新电厂业的发展形势是一片大好 据报道 近几日中芯国际再次发力 完成对位于绍兴的金元厂设备的安装测试和升级 使得8英寸金元的产能大幅提升 目前能做到每月生产7万片 且良品率保持在99% 极大程度上缓解了车企智能家电领域缺芯的窘迫 除此之外 当下中芯国际在14纳米制程上 两品率足以和台积电相比肩 而5纳米3纳米这类更为高端的芯片制程 也进入了研发阶段 由此可见 国内半导体制造业的水平正以一个飞快的速度实现追赶 看到这 或许有人会问 既然中芯国际在芯片研发上有着这么大的进展 是不是就意味着华为缺芯的危机即将解除 关于这点 我不得不遗憾的告诉各位 暂时不行 因为中芯国际虽然在芯片研发上有着极大的进展 但其仍是应用到部分美国技术 在受禁运的影响下 无法为华为提供高端芯片 当然 在此我们也不必太过于沮丧 因为目前国产芯片发展上有着极大的突破 就在前不久 业内权威人士温小军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 国产28纳米14纳米芯片将在今年以及明年底实现量产 对此不少人表示质疑 认为这不过是专家又出来话的大饼而已 并声称 我们还不具备光刻机 光刻胶等关键设备和材料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先说光刻机 目前而言顶尖的EUV光刻机 我们确实无法在短时间内研制出来 但这道中低端芯片的光刻机 我们完全有实力造 据业内消息 上海微电子首台国产28纳米光刻机 将在今年实现交付 而光刻胶方面 我们也可以一扫一网 夹缝中求生的姿态 扬眉吐气起来的 这条件 南大光电在7月初便完成了自主研发的 ARF光刻胶的产品检测与认证 并实现了产量收获了不少订单 其次中国光刻胶巨头精锐股份 自主研发的KRF光刻胶 也进入了产品测试阶段 预计今年年底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的量产 同时在芯片制造过程中 尤为重要的时刻机 我们也处于国际第一梯队 中微半导体设备公司研制的时刻机 已经能够做到5纳米芯片加工 就连台积电用的也是中微的时刻机 看到这里不知你是否对中国芯片的实力 有着更为全面的了解 以前我们之所以不研发芯片 除了费时费力之外 很大程度还是因为芯片是商业化产物的原因 在国产芯片没有市场的前提下 谁会愿意为此付出一切去研发呢 而美国进行芯片断供 反倒使得国内芯片市场出现空缺 在有市场的需求情况下 中国芯片自主研发 变成了不可阻挡的大事 其实说到底 这一场由美国挑剔的芯片断供 对我们来说更像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压力测试 测出了我们真正的科技实力 之后国产芯片一旦实现了高端制程的突破 那么国际芯片市场或许又将迎来一场大戏牌 届时美国是否还能像现在这般硬气 那还真不好说 那么看到这今天的话题就结束了 关于国产芯片的发展 你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 欢迎在评论区和009讨论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科技新鲜事 点赞转发关注 咱们下期见